设备操作个人穿着标准 戴公帽 头发遮盖柱 不能外露 戴口罩 鼻子 姐巴不能外露 穿公衣 不能留长指甲 穿长裤 穿老保鞋 这是我们新高资的设备直推烟包机 下面我们先进行设备部件介绍 这是设备电源插座 这是设备显示屏幕 这是安全门 这是设备点动按钮 这是急停按钮 这是设备气源管道 这是前面板挡板 这是前压板 这是后压板 这是前折角 这是前折角滑干 这是直推包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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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点烫 左右烫 上下烫滑干 这是链条 这是链条轴成 这是一丝线 这是推轮 这是推轮 设备部件介绍完了 我们接着介绍设备日常一级保养 检查前 后段输送带是否松动 表面清洁干净 无破损 对 观察前折角滑肝是否正常工作,是情况添加润滑油。 观察直推包滑肝是否正常工作,是情况添加润滑油。 观察点烫,左右烫,上下烫滑肝是否正常工作,是情况添加润滑油。 观察链条是否正常运转,是情况添加黄油。 观察链条轴承是否正常运转,是情况添加黄油。 观察一丝线调节裸杆是否正常运转,是情况添加润滑油。 观察推轮是否正常运转,是情况添加黄油。 设备日常一级保养讲解完了,我们接着介绍设备感应开机验证。 我们要观察设备是否已接通电源,电线是否无辱路破损。 开机,使设备运行起来。 验证点动设备是否能使机器正常运行。 设备运行时,打开安全门,是否能使机器停止运行。 设备运行时,按下机听按钮,是否能使机器停止运行。 设备感应开机验证完了,我们接着介绍设备操作步骤。 根据包装物的宽度调整输送挡板的宽度及高度位置。 与包装物之间不宜太紧。 最佳位置应从放盒处到主机进料口呈微八字形。 将包装物放置在前面板中缝位置。 调节输送挡板左右位置及微动开关挡板的位置。 使两挡板紧贴包装物两侧面。 先松开前压板做上两锁紧手柄,然后将包装物放置在前压板毛刷下。 用摇手柄调整前压板的上下高度,使压板上的毛刷紧贴包装物松紧适度。 调整完毕后锁紧压板做上的螺钉。 后压板同前压板调整方法相同。 先松开后压板做上两锁紧手柄,然后将包装物放置在后压板毛刷下。 用摇手柄调整后压板的上下高度,使压板上的毛刷紧贴包装物松紧适度。 调整完毕后锁紧压板做上的螺钉。 设备操作步骤介绍完了,我们接着介绍设备常见问题处理。 常见问题,测风口不牢固或不能探风。 处理方法,检查透明膜的长度是否达到包装物要求。 注意,产品测风面长度加8毫米,才是烟包膜的长度。 检查长测风烫板温度是否达到热风要求。 常见问题,不能烫风。 处理方法,调节推板,后压板及长风烫条的位置。 请不吝点赞,订阅中! 请不吝点赞,订阅中! JK 一直观看 效看 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常见问题 撞爆 处理方法 取出被卡的产品并复位 常见问题 堵膜 处理方法 先检查机缘压力是否足够 检查电磁阀是否工作正常 检查切刀下的鸭板上的吹风器是否有气吹出 常见问题 左右点烫 平烫 上下烫风不牢固 处理方法 根据包装物外形 更换合适的模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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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